欢迎回到海峡拼经济 大陆休闲农业商机爆发 像是浙江的这个火龙果小镇年产300公顿 除了一般的收成 产销也发展观光果园办手礼 现在这个果园几乎撑起了全镇经济 有超过400个村民靠着火龙果过生活 但火龙果进到村子里也不过就这四年间的事情 带你看看这个小镇怎么在短短的时间之内 因为火龙果人气爆红 这些来自江西颇阳谷的大雁也被称为灰天鹅 在这里上午下午定时飞一圈供游客观赏 不过这里不是动物园 而是浙江省夏湖镇解放村的农业园 一进这个农业园就可以在各个地方看到它 栏杆上的装饰 变形金刚手里的宝器 还有园区吉祥物就连垃圾桶统统都是火龙果造型 园区里种了一千多公亩的火龙果 游客来到这里可以体验采摘火龙果的乐趣 火龙果原来是长这个样子 小的也挺可爱的 对 每天都有各地游客慕名前来 十一期间七天假期游客更是爆棚 观赏区内的火龙果也被摘到一颗不剩 现在游客想要体验 只能把它们带到两三公里外的种植基地 之前没有见过像县人掌一样的那种感觉 我以为是吃树上的 比较有意思的 也挺好玩的 比在其他水果要好玩的 在采摘区里可以边采边吃 像这样的摘果体验 一次15块人民币 采摘下来的火龙果 暗精论量计价 吃的就是自己栽的嘛 然后就是很新鲜的 很甜 比那个超市那种要甜很多 然后水分也很多 咬一口下去 那个枝全出来 而这里的品种是台湾有名品种 一千多亩的种植面积 统统都是它 体度很好 是你们标准类的吗 差不多 因为大家达到差不多 54岁的寿建苗在村里种了将近30年的葡萄 如今改种火龙果 他坦言在2014年以前 他根本不认识火龙果 一点也不懂 那那个时候对火龙果熟悉吗 不熟悉 这个东西可以没可以到 虽然没有见过 但跟着园区的老板 到浙江精华考察之后发现 这种水果不仅好看好吃 经济效益还很高 今晚那个火龙果很小的 这么大鸡 它这个火龙果 会骂到二十块鸡 我们想这样的果领 我们肯定可以种的 可是这种来自台湾的热带水果 受不了太冷的天气 偏偏这里的冬天 气温常常降到零下 一个不留神就被冻坏 遇到夏天湿度高 喜欢干燥的火龙果 也被湿气闷出病来 虽然第一年种下来 损失惨重 但它们依然没有放弃 请来台湾的专家技术指导 改建温室大棚 达到保温通风排斥的效果 园区因此成为浙江省规模 最大的火龙果种植基地 去年的产量达到三十万市斤 相当于一百五十公顿 今年更是翻了一倍 突破三百公顿 一百块成米饰 五十块成米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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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块成米饰 五十块成米饰 火龙果的大丰收 并没有让大家止步 园区请来清华的食品博士 研发各种火龙果相关产品 譬如像是火龙果做的面条 面疙瘩 泡菜 果冻等等 解决了一部分火龙果的销路 还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 火龙果做的 吃看 好不好吃 好吃 是火龙果做的 甜而不妮 这是火龙果的味道 这个状元糕 就是用火龙果的果汁 掺着米粉做出来的 算是园区里最受欢迎的 火龙果产品 它的做法不难 不过生意好的时候 张阿姨还是忙不过来 多了一千 这家人那千五 一千多个 都来不及做了 都没不及做 这个园区占地三千多亩 员工有四百多人 大多都是本镇的乡亲 能够在家门口就业 他们很开心 当初在创办园区的时候 老板就提出 让土地活起来 让农民富起来 让乡村美起来 借由土地保底收益 加赠送10%的补捐 加上利润分红的 土地流转模式 园区已经成为 大陆农业园区 带动当地农民 共同发展的典范 把我们的农产品 怎么样再化成 加工产品 那么一个就是 我们把旅游 接合到我们 现在的农业当中去 那么旅游呢 我们现在的国家 失业级景区 去年我们旅游的人数 已经超过50万 今年我们的目标是80万 明年我们的目标是100万 园区内有一个 现代农业首张理论 要将种植 农产加工 休闲旅游 农耕文化和创新创意发展 结合起来 才能够让土地 真正的活过来 如今这个首张理论 挂在园区入口 最显眼的位置 想让五湖四海的游客 一起来见证 农业的崛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